我们开始 我们来上课 OK 这边再提醒一下 我们那边所有的计算算到第七个式子 都没有做任何简化的动作 我们只是 远远奔奔的把它算下来 只是第七个式子太难解了 我们总是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做 所以我们才会做一些假设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说 它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 它说处的状态是在其中某一个state 其中某个state OK 第二件事情 那既然它处在那个state 那时间一开始跑动之后 你外面的刺激开始产生 开始进来 那外面的刺激又不大 那么它处在原本的状态的几率 一定大过于其他状态的几率 对不对 比如说我本来在一楼 就像你推我 你告诉我我被你推到二楼的几率大不大 当然不大嘛 我最大部分的几率还是在这边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是量子力学关系 我还是有一点点几率可以上去 我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就假设 反正后面闪边群这么多嘛 但是只有内向中的 我就只是把右边的简化 左边的我一点都不简化 右边散边群是制造麻烦的 这个很麻烦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做 我只看DJ的内向 其他的通通把它丢掉 反正我跳到二楼可能性很低 跳到三楼可能性更低 跳到四楼的可能性 想都不要想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内心通通丢掉 就是参加一下 OK 比如说DJ一下 然后呢 这个DNDJT呢 也就是说 它这个数值呢 一定是在这个1的附近 变化而已 反正我都已经把其他都已经 消掉那么多了嘛 我就再更进一步的把它架车 它就是1好了 反正简单一点嘛 对不对 反正就是approximation嘛 对不对 只要看起来蛮合理的 那就接受了吧 我们就变成这一次 了解吗 approximation was approximate 右边的 左边我是不去动它 那 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 这边会差不多等于1 我们就说过 因为它就差不多在1附近 fluctuation 但是你不能假设它就是1啊 假设它就是1 我还去算DF干嘛 它就是1啊 它就是0啊 对不对 只有J这个会趋进1 但是呢 因为我只有approximation右边 左边没有 所以最后面我还是可以算出一个 DJ对时间的变化率 所以说虽然说它 趋近1 但是当我这个围绕一进来之后 它一定不会等于1 它就会跑出一个小小的修正向出来 把它从1那减掉一点 我处在1楼的几率有多大 一定从100%下降嘛 可能下降成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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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绝对不会是100% OK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么到2楼的几率有多大 那当然就是剩下你修正向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越高越难 所以就后面这一项来操控它 当然还有前面这一项 前面这一项的计算就很好玩了 好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算几个东西 我算的这些呢比较好玩 起码给我们个概念 而且呢可以让我们对我们这整张的 几个重要的概念能够秀出来 那像这个你看过之后 你再回去看香卡的那个第一个example 那简直简单到不晓得应该要干嘛 那那个太简单了你们自己看 好来因为它才一个步骤 你们之前全部都做过 现在只是equation换一个equation而已 OK 但是其中有一点起码呢 就是让你们回想说 好我们帮它从这边呢 杀掉 好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讲hormonic perturbation 为什么它很重要 因为我们去刺激一个东西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个光去刺激它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放射光谱 吸收光谱都是跟谁作用 都是跟光作用的 我们镭射里面也是跟光作用 我们去见度要把东西硬把它敲出来 我们把个光子送进去硬把它敲出来 这也是跟光作用 那光是什么 光简单就是电磁波 电磁波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harmonic wave来表示它 所以为什么harmonic perturbation就变成相对性的重要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OK 好 这个呢 is very important 在物理上面 很重要 OK 因为啊 七几乎啊 weak interactions ok 我很少会花精力去写字 但是呢 这个写下来 起码你会有点understand OK 那同样的 假设你要这部分的资料 请你找助理 那个文宏的命应该有吧 之前应该 你待会找我一下 好 好 那我有个电子档 你们就可以慢慢去看它 OK 好 现在来看第一个example 假设呢 我们hplung 可以写成为这样子 二 好 记住 这个是plung 这个是写一 OK 我只是故意这样子写而已 cos omega t 假设有一个pterervation是这样子 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 它只有前面这个 这个项 而且这个呢 h1的这个呢 它是time independent OK 它跟时间没有关系 OK time independent 它只有跟后面cos有关系 然后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就只有它 时间一开始了之后呢 它以cos的开始在变化 你看光线打进来 光线的电场 它是不是随着时间一直在变化 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这样来描述它 用个简单的形式嘛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 把它写成为什么样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请你记住 其中的omega呢 是什么 the angular frequency of em wave 电子波的一个angular frequency 你去刺激它的这个电子波 OK 我们把这个 你刚刚编号编到多少 第四五个次子 就叫第十六个次子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最重要的是想要知道probability 这个多少 我这个光线一打进来之后呢 我会不会从一楼被打到二楼去 被打到地下室里面去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很想要知道它这个刺激的结果 所以你要知道它 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个东西 DFT 那DFT怎么知道 就要从这边来知道 Right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很想要知道 We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for the system to be induced 对不对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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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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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by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晓得是第几个 我把它叫做star 因为它很重要 by equation star 我们知道 probability of final state actually你是transition from j state ok 算了我就把它写成p 这一号 它会等于什么呀 dft 的平方 ok where 那什么是dft dft是等于什么 根据第十二四 会等于负的i over h bar 零到t ok 这样子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到时候再把它做平方 就可以知道它的probability是什么样 ok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把第十六个四指带进来 十六四指带进来 是不是就带在这个地方 by 那么它会等于负的i over h bar 就是这样子 扩到了 它就会变成这样 我们就照算了 我需要长一点 那么它就会等于 稍微我写下面一点 在这里 OK 这是我们第13的事情 怎么会第13的 第17的事情 OK 所以我这边 我自己的编码都乱掉了 等一下 OK 好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就发现 它变成两个项 到时候呢 probability就是这个的直接 绝对值的平方 就是它了 那么假设我们仔细看的话 我们发觉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是 风母有这个东西 指名有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假设 假设哦 我们看这边 Omega Omega是什么 是我们入射光的 脚频率嘛 Omega 对不对 Omega Fj是什么 起初态跟末后态当中的 Angular Frequency 那么 假设Omega等于 Omega Fj 那是不是分母等于零 对不对 分母等于零的时候 就代表这一项 几乎无穷大 虽然说这边也是 一减一 一减一等于零 OK 但是这边是无穷 这边也是零嘛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项会变得很大 那么这一项呢 GQ就可以把它忽略掉 OK GQ就可以把它忽略掉 那相反的 假设Omega 等于负的 Fj 你说Omega还有负的 我们待会讲讲看 为什么它有负的 Omega要负的Fj 那就相当于 这一项会很大 那么这一项会怎么样 很小 所以呢我们 除此之外呢 大家都不怎么大 OK 尤其偏离的越远呢 就越小 所以最重要的 设置就是在 这两个的附近 OK 那我们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要不要 要不要保留下来 我看一下 算了 给它弄掉 OK 好 假设 我们现在谈的是 Final的State 比起初的State 能量来的高 也就是说 你可能有很多个能J 假设这个是DJ 那你光线达到它之后呢 可能把它 刺激上去了 这是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什么状况 吸收嘛 对不对 吸收 所以这个我们叫Resonant Sorry Absorption OK 那么要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看看 EF 大过为EJ 那OmegaFJ是什么 在这边 EF 大过于EJ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Omega FJ 是等于正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大于0 OK 大于0的时候 大于0 那最好它等于它 Omega要是等于它的时候 这项就会变成什么 很大 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是Omega 非常靠近于它的时候 OK 那它就告诉我们 Second term of equation 17 Dominate 它就怎么样 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响 OK 最主要的一个响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吸收 因为它跳上去 相反的 If Final state 小于Initial state 你本来是在J 结果光一打进来之后呢 你把它往下打 打到下面了 那这个叫做什么 Fast 它一定要散出一个 能量啊 那这个呢 一定是什么 把能量吃掉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是个什么 Emission 什么Emission 这个时候是它自己 从J跳到F来吗 是我自己调到地下室去吗 还是被刺激之后才调下去了 当然是我被刺激之后才调下去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Stimulate 或者是Induced 说到激发之后 你才放射出去的 一个Emission OK 这个就是爱因斯坦 他提出来的 Stimulate Emission 这个基本的道理 所有的雷射 都是dependent on这个东西 OK 它不是自己掉下来 自己掉下来 放出光线了 那是什么一般的 就好像我们这个灯管一样 这个灯管怎么发光 灯管怎么发光 简单的是 我们里面呢 有灯丝 你把它加热 哇 这电子就在这边 火药都不得了 然后两段加个电压 硬把电子抽出来 电子就跑出来 电子跑出来之后干嘛呢 它想办法 让这里面充满拱的蒸气 然后你去刺激拱 拱一被刺激的时候呢 它就从DXState 立刻就跳到DFState上面去 这个时候是什么 刺激吸收 共振吸收 那吸收完之后呢 它不喜欢待在上面 它要自己掉下来 它就自己掉下来 有没有人刺激它掉下来 没有 它自己掉下来 所以它自己掉下来之后呢 它就放出了特定的光线 因为你知道吗 它要吸收也要有一定的能量 才能吸收 那什么时候会吸收 当这个电子一直加速一直加速 没有撞击之前一直加速 加速到这个能量 刚刚好可以把它刺激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吸收 所以这里面的拱蒸气或空气 可不可以很多 很多你怎么加速 你告诉我你在六合夜宿怎么 六合夜室怎么加速 你在那边赛跑 你还没有加速就撞到人了 对不对 不行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气压降低 降低完之后 你才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加速 让人少一点 你也不能没有人 因为你就是要去撞它 对不对 所以当你气压少到一定程度 你加速的 这个时间够 能量够了 你就撞击到它 它就被你刺激了 就撞上去 等它自己掉下来之后 它会放出一个光线出来 那这个光线是直外线 所以假设我们灯管 外面没有荧光值 它就是直外线灯 保证杀菌 对不对 上三个小时之后 老师先死了 对不对 其他同学还可以爬了出去 尤其门旁 所以每个人都被杀菌杀掉 但是我们要是在上面涂荧光值 这荧光值被这个光线照到 这个光线就是我们讲的 harmonic perturbation 这个材料又被从ground state 激发到excited state 又被激发上去了 这个时候resonant absorption 然后它自己不喜欢在上面 它就掉下来 跟人家吃鸡的没关系 它就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就放出光线 那你就简单嘛 你就把各种不同的涂料 涂在这边 对不对 有的放出比较红的 有的放出比较黄的 有的放出比较 比较红的 黄的蓝的 都有了 组合起来就变白色光 那你灯管做得好不好 就看荧光值 有的荧光值打一下 就哇亮的不得了 哇闪电 对不对 就是那种人就是很敏感 你摸他一下 他就说性骚扰那种 哇这种荧光值好 对不对 那么打个老半天 没反应 那这种荧光值很烂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比较好的 那同样光线也很重要 你配不同的荧光值 就有不同的光色 OK 像我们这个都是白色 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太阳色 有点点泛黄的感觉 所以会比较像太阳 可能比较舒服 OK 是这个样的意思 OK 那个是smontaneous emission 待会我们会讲 但这边讲的是stimulate emission 你要去刺激它 它才会掉下来 所以那个就是laser 所以laser呢 常常我们需要个特殊的戒指 然后呢 很多laser呢 你旁边都要加个光线 加个灯光 哇 灯光去刺激它 好爽哦 太阳光 太阳雨 碰一下 照一下 然后它所有的东西呢 就被reson emission了 被你刺激上去 刺激上去之后呢 它掉下来速度不能太快 这个时候要一个特别 假设上去马上就要下来的 哇那很麻烦哦 那那个不行 所以呢 我们要找一个材料 它上去之后 愿意在上面稍微待一下 对不对 你在上面设个咖啡座 请它喝杯咖啡再下来 哇那你这样一刺激 好多人就会上去啊 对不对 哇好多人就上去到七楼 OK 然后呢 我们就等其中一个掉下来 其中一个掉下来之后呢 它就大喊一声 哇好爽啊 哇其他你看这么爽 也跟着就往下掉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Stevenate Emission 然后呢 大家都掉下来的时候呢 很一致哦 我掉下来一定要跟你同样的步骤 同样的特性 那一个一个刺激下去 那光线就一直被放大 一直被放大 一直被放大 对不对 放大了不够大 给它的镜子再反射 哇又放大 再给它镜子再反射 又放大 然后最后放出去 哇那雷尔就很强很强 所以我们就在 这几个东西里头运作 一个是自己掉下来的 这是各位以前所学的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刺激 让它掉下来 OK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会比它小 那么这个时候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Fj呢 不是一样是等于这个样子吗 对不对 Final 减掉 Initial 那这个一定是小于0嘛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Omega等于负的 Omega等于 Fj 但这个时候是小于0 这个时候是大于0 你又小于0了 那一定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Omega要是等于 负的这个东西 抱歉 我入射光是等于 它是负的 负负得正 它还是正 那么这个时候 这边呢 就会变成 怎么样 很大很大很大 因为底下 快要变成0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告诉我们怎么样 Firste term of equation's key dominate 这个我们叫 stimulate emission OK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它重要的只有其中一项 它不会两项都重要 只有一项会重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稍稍微 把它整理一下 上面这个把它弄掉 所以我们这个 probability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边呢 我写在这边 好不好 我们就可以变成 其中的负 代表的是吸收 正代表的是emission OK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后面呢 可以简化写成一个形式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叫做r the transition rate 我看看 我待会我要干嘛 好像字都太大了 太大了 我没有办法 这边 这边 OK 把它弄 点 这边呢 这边呢 我就没有讲得很详细 OK 干脆我帮他写成H8 OK 他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第18个词子 这个呢 是第19个词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就真的来试一个看看 好不好 我们就真的来试一个 我们每一个计算呢 都学他 OK 尽量学他 但因为这当中 我们玩真的 所以 因为这边 我还没告诉你 H1是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那对于我们一个电磁波进来 电磁波最容易描述的方式 就是我们先用电场来描述 因为电场呢 它的强度啊 比这个 这个磁场的强度要大很多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材料呢 跟着电场的作用 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描述方式 OK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来弄 OK 我们来讨论一个 Electric Dipole Interaction OK Electric Dipole Interaction 这边我们要做几个假设 OK 第一件事情 我们假设呢 这个Electric 我们入射的电磁波呢 它这个空间的变化率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这是Omega T嘛 对不对 但是光呢 又以一个光速在前进 所以我们所感受到了 比如说现在光打到我 它电场这个时候朝上 越来越大 越来越小 然后再反向越来越大 又反向越来越小 所以你要在空间里面 可以画出一个正旋坡的方式 我们假设这个正旋坡 它这个强度在空间上的变化量呢 很大很大 但对我原子呢 我原子的Size是什么 Answong啊 对不对 好 你现在打一个 打一个亥南镭射 6300Answong的光一打进去 那就代表说 在某个瞬间 你拿一个快照 啪 拍一下 就发觉呢 它电磁波啊 大概是这样 OK 然后你人就站在这边 好 那电磁波呢 波长多少 6300Answong 假设是汉奶类色 OK 那你告诉我原子大小多少 它半间都一点多个Answong 所以加起来顶多三个Answong 它是Answong级的 你看看你这么瘦 你看永远不要减肥 Answong 你看连自己都看不到自己 所以呢 所以呢 以这个空间来讲 这Answong这边有6300个 你分成6300个等份 我一塞进来呢 我总觉得这个强度 在我这个 在我这个头跟这个尾啊 感受到的都 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改变 我要假设是这种状况 OK 那假设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我的H'呢 就可以这样子起 这边就是cos的意思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电磁波 这电磁波的强度 E的强度乘上cos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我们重点是Harmictonian Harmictonian是EV嘛 你如果把电场换成为V 那就把电场对着空间积分就对了嘛 位置积分 那么再最简单的就是DockR OK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描述出这个Harmictonian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什么 stock effect 这是这个时间有关系的stock effect 所以是不是跟先前的 再进一步一点点 对不对 以前呢 我们只有前面这一项 后面后面这些的后面没有 现在多的这一项 如此而已 OK 好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些了嘛 对不对 我们就把下面这个擦掉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一边呢 我们呢 把E乘上R E乘上R 你记不记得啊 假如说我们有个东西是这样 假设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假设呢 它们都是E 这个是E 都是带电量都是E 这边距离是R 你是不是可以定义出来一个porization P是等于什么 E R right 就是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写个箭头 可以 假设R呢 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 很明显 E到R呢 就是P了 那E呢 这个电荷呢 E永远是负的嘛 所以呢 我们就帮它写成 写成下 这是我们第一个 现在我用圈圈的E了 OK 我将P呢写一下 它是个Dipo Operator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电厂 那电厂很简单啊 它有各种分量 假设你现在不管 没有Polization 它是不是各种分量都有 对不对 最简单的嘛 最简单 Unpolarized Non-polarized OK 没有骗计划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开始算这个rate 这个rate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第15个师子呢 告诉我们 Transition Rate Transition Rate 我这个光阶奶啊 从DjState 把它刺激到DfState 的几率有多少 它的这个 有多少的几率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那这里面是什么 F5啊 记住哦 前面的F1是 这个是有刮斧的F1 也就是跟后面Cosin Sin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个只有前面这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你就把它写成F0 E dot P J0 平方 对不对 那后面就是D 我就可以写成F0 我就可以写成F0 OK 这个只是按照上面 那我们真实的光进来呢 我们最好做仔细一点 那么我们希望给它个偏激化的光 OK 偏激化 没关系 它现在还是没有偏激化 OK 没有偏激化的光 我们假设它就是一般的光 那么它的各个分量 大小的会一样 OK 我们说Radiation 你不要看到Radiation就吓死了 OK 辐射出来就叫Radiation 光线一定是辐射的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各个分量呢 一定要相等 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各个分量的平方呢 也要相等 根据B4定0呢 刚好等于三分之一 10的平方 010是什么 就是它的正幅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然后呢 又因为啊 我们去查一下电磁学 The energy Density 它可以写成这样 他会写成这样的电场 正幅平方 除以4块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LED 这个Electric Premiability 我们呢 先假设它是一 OK 我们通通把吸收到其他箱里 那么这个时候呢 第二个是 里面 前面的这个 我们来计算一下 我们要算的是这个 我们整理一下呢 因为这个可以知道 我们整理一下 它可以变成这样 OK 或者我 我们把它写上 OK 这是第三 这是第四 我们把第三代价 OK 我们就被求助加强 然后再来呢 因为啊 这个的prization呢 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方向 因为我们E有不同的方向 我prization是R 我可以沿着X走 沿着Y走 沿着Z走 通通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同样的 所以我可以同样的 similar 类似的 这个pfj的平方 它可以等于什么呀 px的平方 再加上py 再加上pz 再加上pz 我们都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整个的四字 我们的这个rate 第二个四字 马上就告诉我们 8pi平方i omega 300h bar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假设我们将这个四字 写成呢 当初爱因斯坦所提出来的形式 它提出来的形式就是 跟着入射光的 power energy density 有关系的 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the Einstein coefficient OK 就是这样 所以呢 经过时间的平均之后 它会最后等于这样 OK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基本上 就像爱因斯坦所提出来的概念 就把它写完了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那我们呢 下节课 我们继续讲想念 你们好 好 我们好 我们来